嗨,大家好,我是奇迹,好久不见 这是我第二个水彩本 这里呢,我想分享一个 呃,又自情了 这里呢,就是分享一下 呃,刺面分胶的水彩本是如何制作的 这个制作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嗯,真的是手擦也可以做的 呃,现在来看一下我的这个成品 这次呢,我依然做的是这种布面的水彩本 然后这个地方是预留的分胶的 就是它的这个预留口 你看,这里的纸是可以拨动的 然后看一下这个边角 我觉得质量还不错 你看,我现在用指甲抠,看到没有 是完全抠不开的 这样的话就是,当你用的时候 这个纸用完了以后 这张画,你就可以铺水来画 用完之后呢,用刀片或者小竹片 任何一个扁的东西 从这一方伸进去,然后把整个划开 然后把画好的这一张取出来 下面这一张就可以继续用了 这个非常适合带出去写身 并且这个方法也可以适用于各种类型的 我这个是用作是,这是16开的纸 嗯,如果你想做更小的 比如说32开,都是可以 然后用这个方法之后 可以制作任何字迹 可以方便携带的水彩本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是怎么做的吧 对焦对不上是吧 然后这个本子,它这个纸不会说是这种特别平 所以中间有很多分析,包括我这边 因为我裁了一半,这边有很多很多的毛边 我用剪刀剪剪过,但它还是不是那么好 然后我也没找到好的方法能把这个纸裁的毛边 然后让它变得完全的干净 然后我不知道这种分析会不会对最后的成品 造成一些影响 然后到时候我也会稍微测评一下 做出来的成品 还要一个小技巧就是 当你拿到一块布的时候 没有熨斗的时候 这块布上有可能会有很多折痕 这个时候呢,就是把它去洗一下 然后洗完之后 尽量不要挂起来 就是平放在一个干净的台面上 这样子的话,把它斩平 这样等它干以后 它的这个布痕会消失很多 或者说,哇,这很多人 对不起,对不起,我才看到 我才看到对焦没对上 然后它这个布的折痕呢,就会消失掉 你就不用运动的情况下 就可以得到一块很平整的布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之前我上个视频呢 是用那个,不用双面胶 跟这个后纸板 然后进一个贴合 然后这次呢,为了就是 就是材料的节省吧 我这次直接用这个白胶 然后把这个布面 粘到这个纸板上面去 刚好也试一下这种方式 会不会造成一些 比如说气泡呀 或者说脱落不老这个情况 然后我自己也测评一下 嗯,就是这个样子 我现在已经准备开始 给这个水彩纸开始涂胶了 嗯,在之前呢 我准备了两个这样的包,就是透明的包装袋 裁下来两片 嗯,为什么要准备这个呢 是因为到时候它变原涂胶水的时候 可能会粘到,粘到这个底下的东西 然后我为了让它就是自己变干净 或者让它不要污染,就粘到其他的东西 所以我准备了这两个 然后你们也可以用比如说保鲜膜之类的东西代替吧 然后下面这本书是为什么要准备呢 是用一个底座 好,就是我在给它,因为四周都要涂胶水嘛 我就是方便它可以这样子转动 然后因为这个桌子,就是我的树桌灯我还要用 所以我准备是把它放到那个窗台上面那一边 所以就一定要准备一个这个 我不想让它在挪动的时候这个本子被错位 然后现在就是基本上就是底下放这个 然后放一层,这个透明的 然后再把这个本子的这个纸放在这个上面 然后再把这一层然后放在上面 但是现在这样看来上面的肯定会有一点 有一点,上面这个透明的塑料只会有点大 所以我要么会不压 要么就是把它踩的跟它差不多 这样子不妨碍我给这个边边涂胶水 然后我压本子的地方呢是 哎呀,不好意思暴露了,真的喝啤酒 然后那个,我会,因为我这个本子 就是之前的这个纸的大小 所以我会用它来这样子压第一层 这样的话我的这个边边就很容易就是可以 可以就是可以涂到不会被遮住太多 所以这个纸我到时候可能需要把它裁得更小一点 然后上面再压更多的这种重物啊 然后把它压得很紧实 这种事情居然在第二次做本子的时候又发生了 我中间分皮制作的过程 的文件视频又破损掉了 所以现在我口述一下 就是我都做了什么 首先呢这个本子我涂了三遍 这个边边涂了三遍 等一下这个对焦 好,这个边边我涂了三遍 然后它的这个 看这里的整个还不错 你看我现在拿指甲扣 看它是分不开的 它是很不错的 然后呢,这里有可能有一些就是胶多出来的部分 然后拿手撕掉或者拿剪刀剪刀剪刀剪掉就可以了 然后如果用手撕的话注意一点就是 比如说这个边边是往这个地方撕 这个边边是往这个方向撕 是这个样子的 嗯,然后这就是那个粉丝分皮 然后这个这一次呢 我的整个分面都是用这个白胶进行一个粘合 上一次我是用的不用顺便胶嘛 然后这一次呢,那个白胶是这个样子的 嗯,我先是把整个这个纸板裁成了合适的本 就是合适这个本子的这个长宽大小 然后呢,测量了一下这个本子的厚度 本子厚度我测量出来是1.5厘米 所以我中间的中分留的是1.5厘米 嗯,然后这个布呢也是有点大 所以我也裁成了自己需要的样子 嗯,在这个地方 嗯,我是事先摆好位置了之后 整个测量,测量 又涂了去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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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测量好了之后 摆好了位置 然后用铅笔把它整个就四周都划了线 就包括像这个地方 然后这里,然后这里 划了线了之后 直接在这个纸板上面 涂上这个,挤上这个白胶 拿一个不用的毛笔 把它整个均匀地涂开 涂开了之后 嗯,嗯,嗯,掉了 等一下 不好意思啊 嗯 涂上之后按照这个之前画出来的线 然后放在这个合适的位置 嗯,但是当时我就发现 因为这个白胶里头 它含有一定的水分吧 这个,我当时这个纸板好像不是说特别厚 好像是2.5厘米 嗯,如果买3,哦,2.5厘米 然后那个如果买3厘米的可能会更好一点 然后所以当时这个白胶涂完了之后 我就发现它这整个那个纸板就开始有点 就不直了 开始变古了 所以我就拿了这个之后 立马把它整个纸 哎呀 我的灯 哇,怎么状况这么多呀 真的是 我就立马把整个这样翻过来了 然后把这个 这个透明的塑料纸马上垫在上面 然后上面压了重物 为什么要垫这个塑料纸呢 是因为我当时刚刚粘好的时候 我怕它有气泡嘛 所以就拿我材剩下来的这个纸板的这个条 然后去刮这个平面 然后把这个气泡想把它排出去的时候 然后我就发现这个白胶 就是开始从这个部分里头渗出来了 像现在这个地方都还有一点黏黏的 所以我怕如果直接把上面压上重物 会把这个布面搞脏 它会粘东西 所以我就先拿这个 然后把它压了大概 大概等它干 差不多我压了大概一个小时左右吧 压了个小时之后 现在整个状态就还不错 整个都很平 然后我整个检查完之后 就发现是没有气泡的 可能是我涂得比较均匀吧 所以就是一个是边边角角 就是所有地方都要涂 不要有一地方空下来 注意也是胶不要涂太多 就是让它均匀的 在那个纸板上就可以了 然后现在呢 我准备是继续拿这个白胶 去粘这个分边的部分 分边的部分有一个小方法 就为了让它更工整 可以先把这个 这个角这样粘 这样粘过来 然后能不能看清 然后呢 再把这下面这样粘 这个这一条粘完之后 再粘这一条 这样的话 你这个角就是非常的平整的 然后现在我就开始 先粘这个 这边这个地方 一条条线 I once mistook the clock for the moon My eyes see things a little out of tune I'll die singing when the flowers bloom I once mistook the clock for the moon I know the stars 我現在準備...等一下 突然之間卡層 Action 好 我現在準備了一些這種東西 因为我准备开始给 再次Action Pew